银河系附近的邻居 这期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大约1000万光年区域的本星系群 好,欢迎来到俗说宇宙,我是英文 本星系群有时候也被称为本星系团 不过这种叫法其实是不准确的 因为一个星系团通常包含了几百甚至几千个星系 这种才能称为星系团 例如距离我们最近的侍女座星系团 它就包含了超过2000个星系 而星系群包含的星系数量就相对比较少 一般只有几十个 它是最小的星系集合体 例如这期说的我们所在的本星系群 这里面就包含了大约50来个星系 所以说不能叫本星系团,只能叫本星系群 不过星系群和星系团两者并没有十分明确的界限 不是说直接根据星系的数量来界定就行了 星系数量只是参考标准之一 另外还要看整体质量等等很多因素 还有星系团中很多星系它们的运动速度往往都非常快 以至于理论上它们之间的引力根本不足以将它们束缚成团 除非在可见物质之外 还有其他未知物质提供额外的引力 没错这里就又引入了暗物质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甚至是直接修改引力的修正牛顿动力学 总之为了能让理论符合实际情况 科学家们也是开了各种脑洞 好了说回本星系群 在本星系群中银河系已经算不上老大了 还有另外一个和银河系很像 也属于漩涡星系 但是个头更大 没错就是仙女座星系 仙女座星系 古时候也被称为仙女座星云 因为那时候人们以为它是银河系内的一个天体 类似发光气体组成的漩涡星云 直到后来哈勃最终确定 它是银河系之外的独立星系 仙女座星系在星表中计为M31或NGC224 经常看到M多少多少和NGC多少多少 啥意思呢 M之前经常提到 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 指的是梅西耶天体表 它一共包含了有110个天体 是由18世纪法国天文学家查尔斯梅西耶收集整理的 当时它一共收集了103个 M104之后是后人又加入的 而NGC是星云和星团星总表 也称为总星表 它收录的天体被称为NGC天体 一共有7000多个 它包含了除暗星云之外 几乎所有类型的深空天体 梅西耶天体 全都包含在NGC中 所以NGC是一个比较全面的深空天体目录 好 说回仙女作星系 仙女作星系距离我们大约250万光年 它是人类肉眼可见的最远的深空天体 它的直径超过22万光年 在天球中面积相当于7个满月 不过它只有中心一小块区域相对比较亮 所以用肉眼看的话 实际上还是非常小的 实际上仙女作星系比银河系大了不少 这主要体现在它的质量 或者说是拥有恒星的数量上 银河系大概有4000亿颗恒星 而根据四皮测望远镜的观测数据 仙女作星系拥有的恒星数量 可能接近1兆 也就是1万亿颗 足足是银河系的两倍还多 除了恒星数量多之外 仙女作星系中的球状星团的数量也是很多的 之前说过 银河系中目前发现的球状星团 只有100多个 而仙女作星系至少包含了有700个 其中质量最大的一个被称为G1 包含了数百万颗恒星 对于一个球状星团来说 G1的结构实在过于庞大 有种推测说 它的前身可能是一个矮星系 后来被仙女作星系吞并了 剩下的残骸形成了现在的球状星团 这也难怪G1有着超高的亮度 它是本星系群中最亮的球状星团之一 是银河系中最亮的球状星团的两倍 有意思的一点是 仙女作星系就连核心都有两个 也就是双核心 其中位于真正中心位置的那个核心 推测是一个具有1亿倍太阳质量的超大质量黑洞 相比之下 银星黑洞只有区区400万倍太阳质量 不过仙女作星系的卫星星系 倒是不像银河系那么多 目前只发现了有十几个 或许是仙女作星系太大了吧 周围的矮星系已经被它吞得差不多了 它甚至不光吞并矮星系 最近有一项研究表明 在50亿年前 它曾经与当时本星系群排名第三大的 M32星系的前身较量过 两者乱斗了有30亿年 最后M32星系前身已惨败告终 只剩下了核心部分 成了今天的M32矮星系 干掉了能威胁其地位的第三名后 下一步它就要对排名第二的银河系下手了 之前提到过 我们的银河系将来很可能会和仙女作星系发生碰撞 目前仙女作星系正在以每秒上百公里的速度 向我们银河系驶来 大约再过个有40亿年 两个星系就会发生碰撞 整个碰撞过程也会持续几十亿年 最终它们会合并成一个更大的椭圆星系 对不像之前的吞并其他星系 银河系毕竟体量还是比较大的 最终两者可能是一种合并 合并后的这个大星系 暂时就叫做银河仙女星系 很多人想象中可能觉得 星系碰撞那一定会很剧烈吧 其实无论是理论推测 还是对类似星系合并现象的天文观测 星系的合并过程往往都是极其温和的 对于地球上的人来说 甚至可能没太大感觉 因为变化的主要是恒星 也就是整个太阳系的轨道 太阳系的内部结构 其实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地球上来看 太阳依旧东升西落 不过夜晚的星空 看起来确实会不太一样 总之在星系合并的过程中 星系中那些恒星 几乎是不会真正的碰到一起的 因为星系本身是非常弥散的 也就是说 它的平均密度是非常非常低的 就拿比灵星来说 之前介绍过 它是距离太阳最近的恒星 假如把太阳看作是一枚硬币大小 你猜一下比灵星距离它有多远 几米 几十米 还是几百米 实际上它要在七百公里外 所以在合并发生时 各个恒星之间 可能仅仅只是 引力在相互作用 顶多导致其各自的轨道发生变化 有些运气不好的恒星 可能会被从原来所在的星系中 给甩出去 当然如果有行星的话 它的行星肯定也会跟着一起甩走 这些恒星会成为那种 游荡在星际空间中的天体 俗称流浪恒星 到时候我们的太阳 很可能就会成为其中之一 如果那样的话 包括我们的地球在内的整个太阳系 都会一起流浪 当然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会被甩出去 很可能我们先是会成为仙女座星系的一部分 然后随着两个星系的不断缠绕 最终会被释放出去 不过还是要提一点 关于这场碰撞 目前还无法确定最终是否一定会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能够直接观测的 只是仙女座星系 它相对于银河系的镜向速度 也就是正对着我们的这个方向 这个比较简单 可以通过仙女座星系里 恒星光谱的多普勒效应 来直接测量 但是这么大个星系 它的真实运动情况 肯定不会是奔着我们而来 理论上轨道会存在一定的夹角 也就是说 我们能够测量的只是一个方向上的分量 而它的横向速度 目前还说不准 所以最终 它究竟是会和银河系相撞 还是说会擦肩而过 暂时还没有定论 目前有一种说法是 通过对仙女座星系横向速度的估算 预测发生碰撞的 可能会是两个星系的暗物质运部分 暗物质运之前介绍过 它是由暗物质组成 位于星系外围 将整个星系包裹在里面 无论是直径还是质量 可能都是星系盘的十倍以上 所以将来发生碰撞 有可能只是外围部分 而内部的星系盘 或许并不会直接碰撞 说到星系间碰撞 除了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外 今天本星系群的第三大星系 也就是三角座星系 它可能也难逃被吞并的命运 这个三角座星系 它也是一个漩涡星系 但是它的大小 还不到银河系的一半 相较于仙女座星系 一万亿和银河系的 四千亿颗恒星来说 三角座星系 可能只有四百亿颗恒星 而且它的核心黑洞 可能还不到三千倍太阳质量 顶多算个中等质量黑洞 目前认为 它曾经和仙女座星系 存在一定的互动 这意味着它很有可能 是仙女座星系的 一个卫星星系 所以它最终也逃不了 被吞并的命运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在仙女座星系 靠近银河系时 这个三角座星系 会先和银河系发生碰撞 然后有可能会被甩出 本星系群 总之星系间的碰撞 在宇宙中是相当普遍的 小的星系通过碰撞 慢慢会合并成比较大的星系 所以它对于星系的演化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了最后回顾下 本期我们简单介绍了下 本星系群 以及里边的老大仙女座星系 还有未来本星系群 将要发生的大事件 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的碰撞 下期我们开始进入 宇宙中的大尺度结构 所以说包含本星系群在内的 由上百个星系群 甚至是星系团 组成的本超星系团 感兴趣的别忘了点赞关注 好了通俗一统聊宇宙 我是丁墨 所说宇宙 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